Dex Sir Hello Dex Sir 今天怎樣 今天我想了解一下電動車和普通油車有甚麼分別 那就對了 今天開了一輛電動車 就可以上車試試比較電動車和汽油車的分別 好 那我們上車了 好 好,第一個感覺坐下來,你覺得怎樣? 覺得很舒服,你會覺得很安靜 用摩打,要聽到摩打聲音 很輕微的摩打聲 最大的分別是電動車和汽油車 沒有了引擎聲,通常有些動物聲 電動摩打,如果是比較慢速的時候,就很安靜 知道你很喜歡聽歌,肯定很適合聽歌 不會有其他引擎聲的雜聲傳進來 這次是借來做一個比較長的日期的試車 昨天試了,第一個感覺就是進來 除了有電動車的靜音,它的隔音其實做得不錯 走快一點,你會感覺到風聲也沒有聽到 而且你說話的聲音也很集中 這就是另一個感覺,車好像進了Studio 好像無線耳機的鋼操模式一樣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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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女生對電子和機械都是看不到的 我都喜歡玩電子的 你覺得車輪裡面有甚麼來最想? 我自己就喜歡觸摩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位置也很漂亮 我喜歡電子標板? 對呀!我喜歡電子標板 比普通車的標板更多 現在都越來越,就算汽油車也開始見到 是電子標板 車廠設計師也看到,大家都從小到大 年輕的、成熟的都拿著螢幕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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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電動車的風格,如果是街網 你覺不覺得這輛是電動車? 真的不覺得 對呀! 我覺得是Audi比較大熱的車 對呀! 剛才你也坐過後面 又坐在前面,你覺得坐是否舒服? 我覺得一定坐前面舒服一點 我覺得坐前面舒服一點 對呀! 我看你剛才在後面也好像很舒服 對呀! 後面腳位的伸展是否容易呢? 容易 即是沒有前面伸得那麼… 但也舒服 因為我的腳也很舒服 但也很舒服 平常坐其他… 48吋長 沒有這麼舒服 兩隻加起來 那一定有 我覺得設計師或廠 在這輛衣艙上 都想做到車子比較友善 而且比較斯文 不是要0-100多秒的 因為這輛0-100多秒是6.8秒 但電動車 很有趣 有沒有玩過搖控的電動車? 對呀! 一拎一點就飄了出去 拎大一點就趕起來了 那電動車的馬達都跟… 都相似 但電動車本身比較重 但就算怎樣重也好 起步都可以很快 對呀! 如果現在這樣… 神經一點 踏一下大一點 你也會覺得 突然會扯著背脊 對呀! 變成電動車 就有這個 和氣油車的分別 如果電動車 踏馬上有 氣油車 就要超級跑車才踏 才會踏 而且很大的 能力和容量 這就是電動和氣油的分別 我們駕駛的有大天窗的SUV來到 海邊真的很賞心 原木不過真的 曬得眼睛都睜不開 那就對了 我帶了一支防曬來 禁曬一定要塗防曬 這麼細心? 對呀! 這支是東芯自然味的 物理性防曬箱 少許吧! 接著還有多少 就可以曬曬嗎? 防曬? 對呀!防曬 你推薦的就真的要試一下 對呀! 這些是用產品的專家 尤其是右手 太陽駕駛時 右手特別黑於左手 因為呢 真的很容易塗紋 對呀!很容易推開 而且它是物理性的防曬箱 安全性比較高 它就可以高度防護我們 保護我們的皮膚 嘩!真是 要給你一個很棒的 當然啦! 裏面有超級抗熱的成分 有薑黃 也有連葉 又有當歸的收穫成分 它的植物性保護 可以預防曬傷 而且它是十分安全 又不刺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